再来想要给我们看看 我刚刚一开始就说 7月13号这一天台国好忙 另外一王就是洪海 郭董选在这一天让洪海来除袭 而且也选在这一天 让他另外一只小金鸡 洪藤在香港上市 713的背后居然藏着 郭董不为人知的数字密码 没错 俊阳哥 今天7月13号对洪海集团 洪海帝国来讲是大喜之日 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洪海集团 今天除袭看一下洪海的股价 填息33% 表现得相当的不错 他的另外一只股票 洪准的话填息也超过两成 在香港有一家 他的小金鸡挂牌的叫做洪藤 你知道今天开盘大涨了 超过15% 而且他之前在挂牌之前 认购也很热络 认购2.39倍 吸引了上百亿的资金来 你就知道说有洪藤 又有洪海集团的除袭 今天是他的大喜之日 但是你知道 为什么都是7月13号 其实郭董 他背后藏着他自己一个数字密码 7月13星期四 再平凡不过的一天 没错 怎么挑这一天 居然还有这样的考虑 你知道吗 郭董跟我们很多中国人都一样 他最喜欢的数字是什么 6跟8 你知道吗 全部都在他的生活领域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他的Key Gator 从小在这边长大的地方 在新北市的一个地方 他住的地方门牌看一下 666巷的68号 超级幸运的吧 你知道他多夸张吗 你知道他旁边的邻居 不是就是666巷的66号吗 他邻居怎么说 这边是风水宝地 他说旁边很奇怪 门口种什么树 都长得很好 讲夸张一点 种铁树也会开花 连铁树都开花 因为这一个风水宝地 一张门牌能说明什么 这样未免刘鱼穿坐附会 没错 可是你知道我们之前在采访 每次去采访郭董 我们都去他的总部 去等他的车进来 我们都会背他的车牌 他的车牌号码是几号 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789XX 17是他鸿海的股票代号 2317的17 后面也有8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17代号 8又出来了 8在这里又6 所以6跟8 是他的Lucky number 没错 而且他现在不是坐 他的私人飞机全球跑透透吗 给媒体拍到 他的私人飞机也有号码 看一下他的号码好不好 99988 都是9跟8 但是你知道吗 9跟8 我们刚刚讲回到刚刚的鸿藤 鸿藤之前他的小金鸡 去年11月就可以挂牌 他延到今年13号的挂牌 你知道他本来叫鸿藤金蜜 他挂牌名称叫什么 鸿藤6088 金蜜科技股份有件工资 但是你就知道他有多么爱6跟8 所以你其实可以鸿藤就鸿藤而已 结果现在鸿藤6088 又6来了 又两个8 真是一路发 对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 他的挂牌日期 原本是去年的11月 延到今年的7月13号 后面也有秘密 你总掰不出来了 7月13我看也没有6也没有8 7月13有网友分析 实在是太厉害了 7月13号星期四 13减7的话是6 6又出来了 8怎么回事 8怎么回事 你看他今天是台湾除全席 今天清旗四 台湾除全席 那香港的大是什么 挂牌 所以台湾星期四 再加上香港也是星期四 4加是多少 还是8 看透郭董的数字密码之外 其实现在最最关心的是 接下来郭董的左右手 两套全法 有两门功课要去完成 没错 数字密码解决了 现在感觉什么 郭董这样打开了任督二脉 你知道吗 非常的顺利 才刚解决怎么样 他就登上了日经亚洲评论 的这样的一个封面 是说什么 他的鸿海富士康的一个帝国 现在只靠组装iPhone 已经不够了 要把触角伸到其他的地方去 话才说完 之前开始附中的东芝半导体收购案 现在怎么样 败部复活了 所以今天下午羞腾腾的 这张封面照片 你看多霸气 而且他用帝国来形容 就是亡了 我感觉上 这一个封面人物 有点在做求让郭董杀的感觉 为什么 就是我们全部聚焦在这个地方 日本的日经封面 搭配日本东芝的最新进度 你就会闻到那个风了 东芝 过去大家就说 郭董 你哪来的 自信 你说 你有一半以上的把握 你吃得下来 真给他 路不转就人转了 他当初说这句话 在股东会说说 大家都在笑他 怎么可能 那个东芝都已经内定 给他们自己美日联盟 给吃下来了 美日韓 好 我看一下 但那里面有谁 AINCJ BEN私本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还有南韩SK 海力士 都已经内定 给他们这些人去做了 而且你知道 他们日本官方清定的这个父母 就是他们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话才刚说完 原本是6月28号 就要解决了 现在已经7月13号了 到现在还在卡关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这些 当初只说要投资不入股 等到关键时刻的时候 怎么样 南韩SK 海力士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真面目露出来了 他也是做半导体 他不是吃素的 他突然要投资钱 他也说 没有 我要拿到股权 所以他这话一出来 整个都僵住了 所以说在全银行 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说 完蛋了 很怕交易失败 这个交易很难成功了 所以你看 这个有点什么概念 你也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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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导体的 你跟东芝根本是对打 怎么可能 这个过去新闻 我们已经提过了 怎么可能让你躲在 这个所谓的联盟的下面 图穷比线 你说他不是吃素的形容真好 我出钱哪有不拿股权的 结果 当你露出了狐狸尾巴之后 反而加深了 东芝对你的怀疑 现在怎么办 郭总开始浮出台面 郭总笑了 没错 所以 曾经参议里面谈判的人说 东芝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了 之前不是优先 跟美日韩联盟吗 现在协商失败了 只好找上其他的竞标人 去看背后的其他的 其他的竞标人 包括什么 鸿海跟威藤 里面口袋醉 Michael Michael是谁 當然是鸿海的郭董 他說兩億 而且你知道 兩兆 兩兆日元 而且他那时候 你知道虽然說 現在日本官方 清定要給日本 等於父母 清定要嫁給你這個 美日韓聯盟 可是 現在還沒有結婚之前 我們每個人都 還是可以追求你 所以郭董說 抛出去就要說 沒關係 我會持續等候你半年 哇 他這招可真是狠 原來他背後他知道 美日韓聯盟早就有問題了 所以他丟出這句話 而且你知道嗎 到這邊為止 這個局很像什麼 這個局很像 之前他去年買夏普的那個局 你說現在他在 copy夏普當時的 部署 沒錯 他現在等於什麼 死會要活標 什麼意思 他等於說他要繞過的東芝 直接去找東芝的債權 來談 跟去年的夏普一樣 為什麼 因為去年他要買夏普的時候 那時候夏普也是 游移來游移去 沒辦法決定 也是債權銀行 包括什麼瑞稅 東京三菱日園那些 同一拍板 就輸了算 就買下來 今年郭董買東芝的話 三大銀行 還是這些老朋友 裡面還有 也是有瑞稅 所以他決定 直接跟他們這些老銀行 這些債權銀行來談的話 把你死會活標 所以你知道嗎 他就這樣的情況 郭董之前在股東會 不是說大師那個報紙嗎 你居然把我給說什麼 我鴻海出局了 你知道嗎 他那時候為什麼那麼生氣 因為你看 面對這樣的情況 我現在根本就還在熱身 我的肌肉都還沒有拿出來 你怎麼說我出局了 好 郭董出雙拳 太平洋兩岸都是他的金舞台 剛剛看過的日本東芝 是從帶我們看進 他在太平洋東岸 對 他的飛鷹計畫 現在也大有掌握 沒錯 郭董已經啟動了 所謂美國的大拓荒的行動 他命名叫做飛鷹計畫 這大概有3000億左右 台幣的規模 事實上最近美國各大州 都很希望看到 郭董的私人專機 99988這個專機 能夠停在我們的州裡面 因為你知道嗎 最近不是傳言說 他要去威斯康星州 為什麼 因為他大家都傳言說 他這台飛機真的就停在 威斯康星州附近的機場裡面 而且他帶了百名的 去參觀威斯康星州 而且他還信誓旦旦說 拜託 我來這邊投資 不是投資什麼一般的工廠 我帶的都是有科技含量的 新高科技的工廠過去 那你知道嗎 事實上現在不只是 威斯康星州 外傳現在美國50州裡面 有15個州 大家都拼命在爭取 郭董你趕快你的專機 飛到我們的州裡面來 我要你的投資計畫 所以我們看到了 爭取郭董投資的幾個熱區 我這麼一話 五大呼區 差不多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能爭取到 除了郭董 還有其他的大萬級人物嗎 對 沒錯 除了郭董之外 台塞集團的王文淵他說 我要在德州設廠 石化廠投資5000億 林議所說 我要在墨西哥灣區的話 要投資上千億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光是郭台銘加王文淵加林議所 三個人到處超貴9000億 這是近十年來 台灣投資美國總額的兩倍之多 所以郭董在這裡 石化業在這裡 鋼鐵業在這個地方 一個金三角儼然成型了 對 沒錯 事實上這個到底 台商到美國去投資多熱了 我們就可以給大家看 最近在美國的馬里蘭州 有一個投資的高峰會 你知道嗎 一共有70個國家 有2000家企業 去那邊聽他們的 投資的說明會 但是這一次去 台灣團隊特別多 有84家台灣的投資團 光是出席的這些公司 市值加起來高達10兆台幣 幾乎是已經是台灣的半幣江山 你說這些公司去 未來可以希望投資 大概美國1兆新台幣之多 不過你講到這個地方 大家問一個最簡單的 你去美國 土地 水 電 最貴的是他的人力成本 是 那你知道 我們就去問這些台商說 那你們為什麼來這邊投資 他說拜託 過去我們去中國大陸投資 要土地 要土地 要人 有人 什麼都有 但是現在中國完全不一樣 現在中國 你要地沒地 要人很貴 但是美國遍地都是 那台商就說了怎麼樣 尤其是他們土地 真的便宜到大家無法想像 多便宜 那你知道有一個台商 他要去北卡那邊去設這個紡織廠 那北卡那邊有很多濕地 那你知道 他們就規劃了一大片地 說這片地都給你 你看得到的地全部都給你 但是我們有一個誕書 那因為這個濕地上面 剛好有幾隻的鴨子 那你把這些鴨子顧好的話 我土地就不用費送給你了 前庭不是跟你講摳摳 你顧好濕地上的鴨子 不要害我被環保 動保人士抗議就好了 沒錯 那你知道還怎麼樣 這個飆喝一臉 他們要去德州投資 那德州你知道嗎 德州的土地到底有多便宜 多便宜 就像你知道嗎 他就說我們這個一平方米的 這個土地價值 給你賣個關子 他說代理值多少 他說美國大概買一個 賣客餐的這個價格 大賣客餐的這個價格 就是10塊美金 你就可以獲得 每平方米的這個價格 那每平方米的話 大家可能聽起來是無薩薩 你幫他換成瓶好不好 瓶對 一平方米大概是3.3瓶 所以你除以3.3的話 一瓶土地不到100塊左右 100塊台幼 所以你說這個土地太便宜了 所以去那邊拿土地 真的是好像免錢一樣 好 要水電 要土地 這一些都可以讓你cost down 還有一個問題你還沒有解決 人 我說美國 你去騙一個美國人 跟騙一個越南人跟大陸人 美國人一定最貴 對 大家都認為說 美國的人工負擔非常貴 但是事實上的確也是如此 我們看現在美國的生產線 如果高中升的話 他一個月的月薪 大概就是要新台幣5萬塊左右 是不是 這個價格大概是 中國的3到5倍 這是明目上的 但是因為美國的員工 生產力比中國的員工 稍微高一點點 但是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 這個隱藏 我們看不見的隱藏的成本 這個叫做總稅率的負擔 什麼叫總稅率負擔 就是說他 我們知道說 包括說薪資的付給你薪資之外 我還有很多稅 很多稅要繳 中國還有所謂五險一金 這些費用加上去 加上去的話 美國每賺一塊錢 我約莫只要繳44%的稅 但是在中國 你賺一塊錢 要繳到68塊錢的稅 所以你知道 以稅率的負擔來說的話 這個中國 美國又比中國要負擔要輕很多 所以你要算稅後 當然要算稅後 是 沒錯 這個時間所有的擔心 在這個地方都迎刃而解 於是史上最大的台商大遷復 Made in USA正式展開 不過今天會討論進這個 都是因為郭董的那一架飛機 99988 這架飛機如果沒有去公司 我們都沒有後面這段故事 郭董的小飛機 四架還五架吧 大概三 四架 而且你知道他的飛機 是不斷的一個進步 你知道我們郭董 這個稱遍全球 他是科技業的一個霸主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的另外一個身分是什麼 是什麼 航空業的老闆 是嗎 他居然在2010年的時候 默默成立了一家航空公司 這家叫做華捷商務航空 他是專門做商務包機 然後還有商務飛機管理的一個部分 你知道他有租借他的私人客機 這樣一個服務 所以你想像 你想要做郭董的客機 可以 你只要付出每個小時 20到30萬的一個代價 換句話說簡單來講 你要去香港開個會 來回至少5個小時 100萬 你就可以租郭董的飛機了 郭董換你當 你也可以坐他的所謂的私人飛機 這像什麼 我要喝一杯牛奶 結果我去經營了一座牧場 上面養了幾隻牛 我自己全部都是自產自銷 對 就自己開一個牧場 這樣的一個概念 真的是非常的霸氣 可是你知道 這個是他飛機的部分 很多人都想說 那郭董的飛機 我沒有錢去租 沒有錢去坐 那跟他坐起來 到底是什麼感覺 那是移動城堡 有一個員工跟我們分享 就是跟媒體分享 他坐起來感覺像 你知道學校小學生在上課 如果你在這個小房間裡面 你要跑的話 你跑不了 因為就是很認真 因為你就像在飛機上面 跟郭董在一起密閉空間 所以這部署 他跟媒體分享他跟郭董 搭機出差9天的一個經驗 他說他一上去看到郭董 還是很忙 日理萬機 一堆的文件要簽 然後媒體那個秘書 他厚厚的那些相關的一些公文 他都要簽 然後他還是偶爾會問一下 郭董會問一下一些問題 你知道嗎 突然問他一句 他就開始報告他相關的業務 只是稍微講到兩個字 資源 郭董 整個郭董神就上升了 你知道問他說 資源有幾種 答案是什麼 你知道嗎 資源的話 答案在他的郭語錄裡面 如果你沒有看郭語錄 你就死定了 你知道嗎 他心裡想完蛋了 坦白寵寬 資源有7種 因為郭語錄裡面有7種 所以他只能背3種 另外4種答不出來 還好旁邊的同事 趕快跟他解圍 所以才解出這樣一個尷尬的局面 這在飛機上的情況 還是很認真 下飛機更認真 你知道他們下去參訪完之後 晚上在飯店大廳 還要開會 每個人都要講自己的一個感想 你知道 所以郭董編替你們每個人的報告 他旁邊還是有一大堆的文件 你的簽 感覺像成績失敗 到每個地方都有異戰 你知道嗎 隨時都有人跟他報告 最近一切幫忙的經濟